以后当着我的面啊 这些话少说 这劲儿你还没过去呢 恐怕我这人过去呢 这劲儿才能过去呢 对不起 让你那伤口疼没有 可不啊 你这故意的 我没有 没有 来 吃饭吧 我给你做的 这主缘可真好 慢点 慢点 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吃饭 你那筷子哪儿去了 我给你拿 你拿我的筷子 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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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在抽屉里拿 没手术之前我跟你说 我见着饭我都不想吃 我一口都不想吃 这你手术了吧 我现在还真饿了 我说老想吃的 那时候那时候是病拿的 不想吃 那你把这腿放上了 要不然我这压着上口子这儿 好吃吧 够味吧 不是我夸你也都不夸你了 你要爱吃多吃点下 我还给你做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剩下 不是 不是 你们 喝 怎么了 怎么那么酸哪 不是 来 吐了吧 这这这这可能我 我我我把醋当酱油了 你看看你看看 你这是故意成心的吗 你说你想吃什么 我下饭店 底下饭店给你买点 那儿的菜又贵 他就说你什么手术后的 营养他们佳品呢 你千万别信他 全蒙人的 那味儿更不能吃了我跟你说 那那那那你挑剂爷 那怎么办呀 除了咱们这城 往北边走 不到二公里吧 路边有这么一小点 因为老板娘 长得漂亮 喝那做那红烧肉 备用的就好吃 整天老想这一干 看你这点出息 你现在刚做完手术 又做的是未切除 不能吃那个大油大腻的 只能吃这清淡的 你惦记人的肉啊 还是惦记人的老板娘啊 看你说的 你都惦记 都惦记 在 在 在哪儿 弄 弄我打车去 远 多远啊你先说 出城二十分里呢 那么远 都这天了 我跑到那儿就给几点了 医生 这么着 我求求你 这菜就不吃了 那个 你 你喝点粥 粥挺好的 喝点粥 喝点粥 我给你捧个茶 你这一顿 我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 粥还能喝 跟其他粥都一个味儿 你说啊 这要是你弄的那块石头 全是脆满绿 得这病 全家人你还不把我们给折腾死啊 幸亏是你这样的 你 你 你怎么给想着这儿来了呢 你 你这 我这伤心事你老提是吧 我看我姓董事长哥这事过去了 翻车了 你说我会想起我买石头的钱 你说你这大半辈子 全都在外的床呢 这也见过 那也看过 这也吃过 你真是你 你能说一件能让我佩服你的 事情吗 我造过飞机 你别这儿逗了 就你造飞机 你 你没偷人家机就不错了 不信是吧 行 咱不信咱不聊 不聊了 不说了啊 你造火箭没有 你弄个原子弹也行 我 从书上看了飞机 所有的机械原理和起飞的空气动力原理 然后我买了所有的配件 我租了一个院子 我在院子里就开始把这飞机就组装了 一年的时间我哪儿也没去 天天干 飞机就这么给造出来 漂亮 等我该试飞了 坏了 怎么了 院子门太小 飞机飞不出去 把门拆了 把墙拆了不就出去了吗 我这 我这 怎么了你 不是 你这没想到吧 你还真信哪 我逗你玩 我遇上你我真是 你也就是骗你我 要说造飞机呀 我造还差不多 全场有名的翘首 要不然我得那么些奖数 系数上 你一门领 这个我佩服你 可是你 你这个不领 我脑瓜怎么的我弱智啊 你那眼睛 就只看那么一条缝 就好比是那井底的癞蛤蟆 什么叫癞蛤蟆 那叫井底之蛙 这一辈子 你守着一份工作 守着一个家 上班下班你倒点退休 你觉得有意思吗 是啊 我这一辈子 一个工作一个单位 早晨上班 晚上下班 守着一个家 每天回到家呀 看着这俩孩子一天天成长 我有一种成就感 一种责任感 我活得舒坦 我这个人啊 我眼里有世界 知道吗 我就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 怎么了 我就是鱼和熊掌想兼得 怎么了 鱼呢 熊掌呢 您得着什么了 医生啊 你别不爱听 你这一辈子失败就失败在 没有一个安分的心 你 怎么了你 伤口疼吗 伤口疼吗 你怎么了你 不是 上厕所呀 我肚子里什么事都没有 我上什么厕所呀 那你怎么了 我饿呀 不是吃了吗你 我吃什么了 我一共喝两口粥 剩下的还都让你给吃了 我饿呀 那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掌吃了去 我我我给你削一个火龙火你 行了我我 我一听这玩意我就 犯酸水了 那那那怎么办 我现在就是想那老板娘的红烧肉 入口计划 太好吃了 你真是有病 您老昨天吃了你 那这这都这家怎么去 打车去呀 二十多公里 来回四十连 打车 就为这口吃的 那你花多少钱呀 你这个人我说你这辈子 你就这么算计 就为这点钱就这么算计 你累不累呀 我不累 你忍着呢 我吹主意 花不了多少钱 咱出门 这医院门口那三崩子 打一这个三轮 不是说打一三轮去那儿 那儿来回四十连 还不颠着三十连 我这三口怎么办 对呀 咱俩回家 行 都让他回去干嘛呢这是 我爸胡适插床啊 对对对 帽子戴上 这大晚上的有名阳光 我带他干什么呀 月光不是光吗 对对对 放这些 撕下来 对对对 都沈大哥 我发现你要是坏下来 可比我有钱的呀 我看了 你真的是 我给你寻寻的 好 我找到 人之后 是 你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说他们都睡了吗 这中点呢 睡了 那你进去 轻点别把他们吵醒了 我在这儿等你啊 你请好吧 别关门 别关了 我今天接杉茜回家 然后家里一直有电话打进来 我一接就没人说话了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可能就是她说了吧 没事就好 我觉得 我自己在这段日子里一直忙于工作 确实 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 特高兴 没想到能那么快被公司给认可 觉得自己特年轻 特有活力 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那个时候特别像咱们这个家 像杉杉 也想你 也想你 我公 太恩一切尽快封冰冷静 什么封冰冷静啊 没有 就是 一切都顺顺利利 那个人的病感情好起来 同志大哥 别这么坐着呀 唱 唱两嫂子 我这大晚上的别唱了 唱唱啊 这都没人了 再一唱吧 把节套子再给招了 节套子不敢劫你 一看俩神经病 有的时候我就惊叹想 这一路啊 一看 唱两嫂子多好 川岭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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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道菜啊 肉丸子 好 慢慢吃啊 叶上 人家不认识你 二十多年没来啊 那哪能一眼就认出来啊 我一眼也没认出她了 我老是什么样子 来 给你洗碗水 谢谢 谢谢 来 您地上杯子 谢谢您大妹妹 您认识这位李先生吗 不认识 医生 我 我 我叫李医生 李医生 二十多年前 老到您这儿来 进门就 左手带白手套 自己人 红烧肉 我记得那时候 有一个姓李的 在我这儿就是吃完饭 就给我打个白条 你看 想起来了吧 想起来了吧 就是我 就是您哪 我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你看 你看 想起来了吧 真 真 真也是 当然了 那时候我天天在这儿吃 那时候 那个时候您到我这儿 到我这儿来躲债 躲债 是 我还记得您哭着喊着 让我收留你 这个场景你还记得吧 喝多了那时候 我说 医生 她不是跟我这么说的 不 我说 我说的 大妹妹 她跟我这么说的 她说那时候您有个小闺女 是啊 我是 有闺女吗 有 有 有啊 你看 你看 她还说 你们孤儿寡母的 挺苦的 您非要嫁给 嫁给我这兄弟 你 你是这么说的 医生 不不 不是 您 您等一下 我 这 我想嫁给她 跟我说 我是说我想娶她 但是那时候没钱 那到时候躲债的时候 那是 是 你听查了 听查了 没有就好 现在她可发了 是是 现在 现在好了 现在是周游四海 开着豪车 住着那豪华的大别墅 还有一年轻漂亮的 小保姆伺候着 那是真发了 谈不上 不过这一切啊 不是她发了 都是她儿子创建的 那小保姆啊 原来是伺候我的 我发现你俩可真逗啊 是吧 你跟她逗我 我听说过吧 这现在很多都是啃老的 还没听说过啃小的 儿子孝敬 儿子孝敬 但是不管现在日子 过成什么样 我依然想着你这口红烧肉 想着你这个 这个地方 您来真对了 我这个店里啊 红烧肉 这个 你们等着 我给你们去端节啊 好 哎 唉 你怎么一竿地出到底啊 你知道人家现在什么情况 说不定是老公就在旁边站着呢 你在这儿说过去的事儿 让人听见了人家能够 能够承认吗 来 红烧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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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烧肉来了 哎呦喂 尝尝 是不是这个味儿啊 来 我们慢吃 有事叫我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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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这红烧烧 来一口 哎 吃肥的 哎 再带肥的吃 你看看 又有肉 你看 一家都烂了 你入水计化 哎呦真好啊 就该烂 这也好吃 你说你这辈子 就是折腾 折腾一辈子 是得了病 动了手术 还拉着我这儿吃红烧肉 上这儿折腾的 你举起辈子来 我以茶代酒 我先谢谢你啊 孩子的事 我这辈子呀 对得起你啊 孩子帮你拉车打的 都那么有出息 李楠是研究生的 还有啊 你说你这回来 是我做通了 李楠的思想工作 哎呀 这我知道 这都说好几回了 这我能忘了吗 我谢谢你 所以我才说谢谢你的嘛 有件事我不能原谅 我心里消化不了 什么事你还消化不了啊 就是刚才说那个 伺候你的年轻漂亮的 小保姆 牛二翠 这个醋劲 刚才我就闻成酸来了 你以为你跟牛二翠 是有未来的吗 你是他的对手啊 多聪明一个人哪 你别看他是农村人 给你提多少条件 你说说 工资得给他吧 是不是 孩子的 你你你替着这个 养吗 我替他照顾 替他照顾 对 连小孙子什么幼儿园的钱 都是你出的 对不对 我正在那儿给他处理呢 你这钱又给送过去了 有这事没有 房子也得有他的 将来还要搬出去住 就你 这老头 你受得了他们这一家人的折腾吗 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诚心的 我救你于水火 你懂吗 你这么说我还给谢谢你 你可不嘛 你不用谢我 我当时是乐意 我是为了感谢你 我才这么做的 你想想 你要跟牛二翠成了家 你现在还 还在这儿跟我吃饭 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当时一想不成 我不能让我这东山大哥 老是一辈子的人 跟牛二翠再往下走了 我是诚心破坏的 我假装着跟他好吃的吗 你是假装着的吗 现在你是假装着的吗 我们牛二翠 要说真正是动了感情 那是我生病之后啊 我生病 二翠知道我病了 哭着跟我说 大哥 我这辈子也干件傻事吧 我把你接回老家去 我伺候你 这么着 我跟牛二翠回了他的老家 我们在他老家那日子呀 那真是过了一些这个 叫南庚女志的日子 他也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我真是依赖他了 动了感情了 那段日子过得真是幸福 说了半天还是有感情了吧 有感情了 人在一块儿相处长呢 那男女之间难免有感情 这你能理解 我当然能理解了 那你要不横插一杠子 我跟二翠也能有感情 也能够发展成爱情 你这就是过去水浒转 上那个西门庆 搁着现在说 你就是 男小三 又西门庆又男小三的 我称小三 行 我小三 不对 怎么不对 小三什么意思 明明知道对方有家庭 横插一杠子 破坏对方的家庭和感情 对不对 对啊 我问你 你跟牛二翠结婚了吗 领证了吗 要领 受法律保护吗 现在 没有吧 那怎么能叫我小三呢 要说小三呢 你才是个小三呢 我怎么像他 我跟李良他妈那时候 虽然没有感情了 但是我没有办离婚手续啊 你跑他们家去干吗去了 我 干吗去了 我帮助他 帮助 那么多人你怎么不帮助啊 你说我什么都行 你不能够污蔑李良他妈 他为你受了多少罪啊 我跟你说 他 行行行行 别着急 别着急 我知道 我是跟李良他妈离婚之后 你才对他们家好的 是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咱俩扯平了 咱谁也不是小三 别拿小三的话往我身上说 行吗 你娶李良他妈以后 李良 改了姓 还姓李 废话 咱俩都行李 不是 我说二位大哥 你们两个一直在争 这个什么小三小三的 你看 要不要你们 晃个地儿再去争去 让您见笑 医生 这回还打白条啊 不打 这回绝不打了 我这回带着钱包来了 他父亲 慢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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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耽误时间了啊 人家都下了班了 你看 咱俩 不认识小三 你笑什么呀 大妹子 以后不会再有大白条的事 是吧 医生 不会 不会 得了 再来呀 红烧肉 我还是亲自给你们做 就来这一口 再见 你这回算是说实话的 你回去吧你 人家早走了 可不嘛 走走走 老子我都认不出来了 你往车上说吧 你坐好 sales 是啊 医生啊 这就是你念念不忘那老板娘了 你这眼神啊 不会挑 没骗你啊 我绝对不骗你 年轻说漂亮 跟朵花似的 不过他身条不错 今天的这菜 特别是那肉正好吃 我看你是看人家身材好了吗 得了吧 那是你 东山大哥 我就这一路啊 起码有四五个小馆我都吃过 特别好吃 我说咱们这样 今儿咱把车放回去 明儿晚上咱俩 再一次行动吧 车再给他偷过来 再到一小馆吃去 连着咱把这条街上这几个小馆 全都吃遍了 每天咱就把车给开回去 晚上又给开出来 李良肯定还纳闷着心想 这车我整天没开的 没油了呢 东山大哥 你会开车吗 当年在工厂 我开过大解放 大解放你都能开啊 那车不好开那个 这李良买的车呀 把这车开到那球场上去了 还说这个 叫我开车 让我到那家校学个本 我一问 好 三千多块钱 算了吧 要不要开车 我 我没本算了吧 怕开沟里啊 连沟都没有 你别吓唬啊 再缝不好意思 开了这 怎么样 我 我这伤口也有点疼 正好你开它让我歇会儿 你伤口真疼啊 真疼啊 就跟你说话说太多了 那 我 我试试 我们走 管了 去啊 给你看看 安静带记上啊 哎呀呀呀哎呀 那油门李刹车知道吗 这是油门 这是刹车 这点油 哎呀好 好 好 走了 走起来喽 怎么样 杜盛大哥 开车的感觉是不是跟坐车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这灯怎么那么黄啊 瞧着你 来 来 赶紧往边上 你让走 让 让走 让走 往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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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怎么像是装着东西了 没条件啊 下去看看吧 下去看看 没有啊 这 这儿呢 这下 知道了 这是 医生 有血呀 这怎么办呀 你去那边 去那边 他 医生这怎么办呀 他不会死吗 不会 杜盛大哥 你别紧张 我看了 我看了他活着了啊 你现在别说话 你一句话也别说 我转过了医生 杜盛大哥 听我说没事 你别说话 你也别想了 咱们现在送他上医院去 好吧 爸 爸 你们不能进啊 不能进啊 没事 没事 来 你们俩过来一下 人家问什么话 你别回答 你让我说 是 听我的 过来啊 过来啊 你们俩是造势方还是家属方 我们是造势方 那个 那个人呢 他喝醉了您看了 刚才现在还有酒味呢 这天黑我开着车没看见 就把他给押着了就 行了 那赶紧交费去吧 先交五千押金 我 我说大夫 我这个大晚上的出门 谁兜里装五千块钱呢 你说是不是 你们能先抢救着我们 先欠着这钱 不行 医院有规定我也没办法 人我都收了 病我也给治了 你们要是跑了 那这钱就都我自己验上 你们俩看看啊 谁在这儿守着 谁回去拿钱去 医生我守着你开车哪 我 不是 你听我说 大夫啊 您说我们要是跑 那我们早跑了是不是 押完我们就跑了 我们干嘛给他送医院来啊 您说是不是 我也没办法 你们必须得先筹钱去 先去吧 可是我 大夫 您看那本书 这本书李良写的吧 李良是我们儿子 你听见了吗 他是李良的父亲 您 您是李良的父亲 他 对对对 是 这书写得好 挺好的 是 那李良还能没钱吗 就是 你赶紧给你儿子打个电话 让他把钱送来吧 我 我打电话 你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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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夫 您看这个 这车就是李良的车 您看 我把这车钥匙先给您押着 行吗 我们俩一块儿去打个电话 我们不会跑的 您这是 行行去吧去吧去吧 快点啊 快去快去 谢谢啊 快点啊 回来啊 这电话你先别打 你先让我打一个 你 李壮 你 我 我出事了 我开车把人给压了 现在在市医院呢 你赶紧的 给我送点钱来 快点啊 越快越好 你干吗不给李良打电话呀 你给李庄打电话干什么呀 大哥 你听我说啊 从现在开始这车是我开的 人是我压的 车是我开的 人是我压的 行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 它不是你开的了 是我开的 谁问你都得这么说 李良来问你 你也得这么说 车是我开的 咱该赔钱赔钱 该给人治病给人治病 这要是说是你无招架势 那要让记者知道 那有李良的好吗 可这是瞒不住我 人家要是知道我 你听我说 你想了这黑灯瞎火的 车上就咱两个人对不对 那人他又喝醉了 他躺在那儿了 他不知道是谁开的车 大哥 你这兄弟我这病你也知道 恐怕是好不了 一生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李良这人咱了解吧 他肯定会全力地救这个人 都是咱儿子的事 我是亲爹你是后爸 这谁下子 这有什么呢 只要咱们尽心抢救他 不就行了吗 我一辈子没说过谎 我还是实话实说 是死是活我我 我这一辈子都没 付过责的人 你说让我这回 就付一回责 魏李良 你就盯着他们眼睛说 车是我开的 哎呦喂 我是让你说 车 车是他开的 冰日情况怎么样 冰日情况怎么样 我只是退后受伤了 爸 你待着 你待着 好好地歇会儿啊 人怎么样了 没事在抢救他 你敢把钱给我 你带多少钱来啊 家里面说一千多少钱 我全带回来了 来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车不是我开的 是你东山大爷开的 还有别人知道这事吗 目前没有 我第一个打电话告诉你的 我刚才已经跟你东山大爷说了 就说这车是我开的 我跟大夫也这么说的 车是我开的 可是我又怕 撞人那个地方 要是有探头 那这话它就不成立了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你赶紧去给我看看 好 好 我这儿就去看看 出了医院 往左边拐 十里路左右 你现在走 我位置在手机上发了 好 你发给我啊 快点啊 好 东山大哥 走吧 快啊 好 咱 咱交钱去 交费去 才一千二啊 这一千二恐怕是不够啊 是这样的 李良他忙没接着电话 这是另外一个儿子送来的 我们接着给李良打电话要钱 那是剩下的钱 你们抓紧时间筹啊 对了 你们报案了吗 报 报 报 刚才光顾了筹钱了 忘了报案的事了 这么大的事 你们怎么能不报案呢 快快赶紧报案呢 报 我现在就报 我报案 出来报 出来报 人家让报案 不报案不行啊 报这案一定得报啊 你再等一会儿 现在还不是时候 再稍等一会儿啊 那 听 听话 听话 别着急 李庄 爸 你交代我的事我看了 没什么问题 放心吧 知道了 好 冬山大哥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如果就咱俩不跟别人说 谁也不知道这车是你开的 你记住我说的话 你可千万别在那个记者和人家公安面前 改口 你这一改口 把李良把我 连理转不害了 懂吗 我懂了 你现在回去坐在那椅子上去 你就是被这事给吓坏 别人问你什么你都不回答 就坐那儿 不说话 那你去我我现在就 给李良打电话 然后报警 可以吗 你快点报好人家事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你快去坐那儿去 记住了 吓坏了 不说话 谁呢 电话 没 没跟救命呢你 喂 什么 李良 李良 我跟着一块去吧 你去干吗去 那边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 家里总得有一人看家 李良 你不要生气啊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他有时候做任何事情 他不经过大脑 就跟小孩一样 还有 如果钱不够 这是我多年的工资卡 你拿着 兴许能用上 不用你的钱 刘昊 行了 卡都带了 要是你家要等着啊 行 喂 报社吗 我这儿有件事情 不知道你们敢不敢进去 就是我们这儿 送来一个车祸商者 肇事的人啊 是那个名人李良的父亲 送到这儿来啊 张口就说自己的儿子是李良 好 对 好 你扯扯 来了 来了也是正常的 你不要紧张 谁报的 我 什么情况 对不起 警察同志 我 撞人了 人呢 在哪儿压的 急诊室里抢救呢 我们是从张庄往城里开的路上 那个人他喝醉了 躺在马路中间 我就感觉车撞了一什么东西 我一下车一看 又坏了 把人给撞了 他满身酒气 我们俩就赶紧给他 弄到医院来抢救来了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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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情况怎么样 没事 伤着没有生命危险 放心吧 行 那你跟我过来做下笔录吧 驾照给我 行程 行程正好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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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Bonnie 行程正好一起 好 オ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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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站住 咱爸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了 我会不知道什么回事 有来这么多记者 是是是